歌手第五期曝光,苏诗丁难舍弃华晨宇孩子,踢馆歌手夺冠 歌手第四期迎来了《花花华晨宇》的精彩演出,依据击败街世界的垄断地位,成功登顶 歌手2018第五期歌单曝光,按书场顺序 1.张天Don't Give a Damn 2.Jesse J Ain't Nobody 3.李全邱义农 4.汪峰MRN 5.张韶涵来过我生命的你 6.华晨与孩子 7.苏诗丁雪梨段 8.K.Z.Kandina Rolling in the Beads 踢馆 7.网船张天将被淘汰,《花花华晨宇》与飞轮女友苏诗丁分别位列第三及第五位 7.冠军 4.冠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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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.冠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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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持有选秀歌手都是垃圾、小鲜肉靠免稀粉的偏见,对他音乐水平更是吃之以鼻。 华晨宇在添LINE之前一直小透明,添LINE之后也仅仅是小有名气。 上歌手之前,不止一次听人问华晨宇是谁。 网络上讨论节食解调打该怎么办的时候,还有众多大黑担忧,下面的补味的是个小鲜肉,要在节食面前丢中国的脸了,可见偏见之身。 这么严重的大众偏见,要逆转需要一个过程。 华晨宇一两年后上歌手最稳妥,让添LINE的口碑发酵一段时间,在发四砖弥补一下原创音乐知名度的短板,鸡肋一定群众激出以后再上歌手,能一飞冲天。 但是这次特殊情况,原本没这个计划,被洪涛临时仓促拉过去,不会,所以就有点尴尬。 实力上是很能打的,但是没人知道他能打,吃瓜群众连这人水平还可以的心理准备都没有。 上来就打败杰石夺冠,后面又连关追捧杰石几路,给群众的就不是惊喜,而是惊吓了。 再加上节目组为了用他挽回收视,一个吉尔比安人涉推标题,间集上也有捧着他的意味。 宣传更是网什么鬼台,天才,音乐台子上面靠,更加激发吃瓜群众的秘犯心理,你哼他,我就偏说他不好。 再加上华晨鱼本来就是天鱼公司自家人,就更是喜不清了。 尤其是在音乐键上水平偏低的人群中,审美取向受自身情绪和对歌手的观感的干扰非常大。 这种逆反心理就能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歌曲的判断。 因为不喜欢华晨鱼,所以他唱得难听。 以华晨鱼在歌手上取得的成绩看,关于他的宣传真不算多,连热搜都是几位歌手里最靠后的,但还有那么多人反感天天碰他天天吹他。 说粉丝媒体夸好听都在闭眼尬吹,还说节目上结识,汪峰,李全对他的好评都是唯心的商业互吹云云,鲜明展现了群众对一个心目中莫名其妙活起来的明星的不善。 所以,歌手确实把华晨鱼抬得太高了,抬得太早了,不符合发展的规律,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。 不过我对华晨鱼的信心在于,他一旦上去了,站稳了,就掉不下来。 虽然登高的过程太过突兀,注定腥风血雨质疑漫天,但他自身的实力保证他不会低重。 得不配位才会登高跌众,但华晨鱼一向是为不配得被大众低估。 他的音乐水平到底如何,看网络上那些骂难听恶心的评价没有用,要看看圈内评价就能明白了。 最后说一句,如果所谓抬得过高,只得是节目做那些鬼财天才的宣传的话,您就笑笑就成了。 莫说吃瓜群众,就连华晨鱼本人都是很讨厌这个说法的。 他自己早说过,他不是天才,只是努力得早一点的普通人罢了。 那些新生代最强,同辈最优秀,下一个周杰伦,引领华语乐坛的希望就在他身上之类的话语,更是居心叵测。 华语乐坛的未来,华晨鱼的小肩膀还担不起,人家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个唱歌还行的娱乐公司打工仔,事实上也远没有达到那个高度,他只是新生代还不错挺亮眼,很有自己想法的音乐人而已。 还望那些日夜游新华语乐坛未来的吃瓜群众们,包括某些更疯脑残的粉丝,放过这个可怜的小歌手吧,别给他家那些乱七八糟的碰纱头衔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